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大紐約 首先帶您來關注 週二下午 視頻網站YouTube 位於舊金山灣區聖布魯諾市的總部 突發槍擊事件 警方證實 一名白人女性槍手 射傷4人後開槍自殺 事發時 YouTube總部大約有1700人 來看報導 聖布魯諾警方表示 4月3號中午12點46分 位於Cherry大街901號的YouTube總部 發生槍擊事件 根據目擊者的描述 槍手是一名戴著頭巾的白人女子 嫌犯朝自己的男友連開竖槍後自殺身亡 警方證實 該起事件造成4人受傷 其中一名36歲的男子傷勢嚴重 Youtube 圣布魯諾總部位於舊金山以南13英里 大約有1700名員工 事發後 有員工透過社交媒體發布現場的情況 產品經理謝爾曼在推特上說 她正在大樓裡開會 突然聽到有人狂奔 她在撤離時看到地板上和樓道裡有血跡 大批警察抵達現場後 對撤離人群挨個搜身放行 目前 警方還在調查事件的原因 事件發生後 總統川普發表推文為受害者祈禱 新唐記者林蕭然 舊金山報道